野园家和樱田家一起去公园野餐 小星曾吃妮妮家的超豪华便当 居然还专挑最贵的吃 妮妮妈被整崩溃了 这天周末妮妮一家来到公园做户外运动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一天 可不料小星居然也出现在这里 看到这颗凡人的马铃薯头 妮妮妈瞬间脸色大变 原来小星家今天碰巧也是来这里做户外运动 简直就是冤家路窄 还真是巧啊 什么巧语 根本就是倒霉 为什么偏偏在这里遇见那个马铃薯小孩呢 既然来都来了 美牙提议他们一起结伴而行 话都道着了妮妮妈也不好再拒绝 等放好行李后 他们准备开始进行活动 小星和妮妮已经迫不及待要比赛一番 妮妮爸负责照看他们两个 随着比赛开始 两人信心满满要赢得胜利 刚开始他们势均力敌 见此小星直接使出绝招屁屁心愿 赢得最终的胜利 这让妮妮很是不满 她认为这样是犯规 随后两家人来到最艰难的爬绳所 一开始美牙本想拒绝 可架不住小星的神助攻 不过因为妈妈的体重像大象一样 应该爬不上去吧 什么事啊 这有程度我还爬得上去了 妮妮妈见此也是心生胆怯不敢尝试 怎料小星又来一句大实话 如果我妈妈是大象的话 这个应该是河马吧 要爬上去恐怕有点太重了 这彻底燃起妮妮妈的斗志 随着一声令下 他们义无反顾开始攀爬 广之为了体现她高超的能力 还采取了让分制度 毕竟面对的是小孩和女人 她一点压力也没有 很快就轻而易举率先来到第一名 当她沾沾自喜的同时 不出意外意外要发生 美牙和妮妮妈势均力敌来到第一 可两人谁也不让谁直接被抢住 动弹不动 运动完成后 两家开始一起吃便当填饱肚子 相比美牙简单准备的饭团 妮妮家的却是超豪华的便当 吃饱喝足后 他们来到下一个挑战环节 因为担心会掉入水里 两家的大人都有所顾虑不敢轻易尝试 不过小星和妮妮依旧不管不顾直接上去挑战 没办法的大人们也只能紧跟上去 可这难度很明显没那么简单 当小星和妮妮走上独木桥时 突然的一个不稳他们差点掉了下去 关键时刻小星调整姿势才避免失足落水 于是她让妮妮也跟着一起招的 看到妮妮被带偏 妮妮妈瞬间破防了 赶忙要上前制止时 结果刚走上独木桥就悲剧了 见此小星当即上前助她一辟之力 这让妮妮妈彻底破防了 直接去柜子里拿出兔子玩偶狠狠发现怒怒 今天给大家带来蜡笔小星最新一集 小星几人捡到一本动感超人卡册 为了得到施主的谢礼 竟闹得兄弟几人反目成仇 这天几小只在公园捡到一本动感超人卡册 小星迫不及待打开一看 里面有很多从未见过的卡片 不过最后一页却缺了一张卡片 封建认为这张一定是第46号 难得一件超稀有的卡片 可小星才不管那么多 当即就要站为己有带回家去 封建赶忙制止并一手夺过卡册 毕竟这是别人丢失的东西 必须先交到警察局才可以 小星说着就不想去 在阿呆的强烈要求下 小星才勉强答应下来 然而去警察局的路上 小星还努力从封建手里要回卡册 小星只能再次乖乖服从 接着他们对小星的做法教育一番 这时妮妮表示说不定交还给施主后 还会得到礼物重心 听到此话小星当即脑洞大开 想到对方有可能是个土豪 为了表示感谢 说不定会把全部卡片送给他 不仅如此 连封建阿呆症难想的也是如出一辙 都是幻想从施主那里得到卡片作为重心 几人不禁露出一母般的笑容 这时小星表示是他送还的 所以谢礼就该属于他 眼看小星想独吞谢礼 几人当即上手争抢 就这样他们一起手拿卡册前往警察局 封建寻思小星肯定在打算第一个到达警察局 然后并说是他捡到的 正男则以为小星和封建两人要联手抢走卡册 转头又看到阿呆那信誓旦旦恐怖的表情 正男不得不抓得更紧 几人纷纷一用力 于是便来得爱的魔力转圈圈 可他们谁也不愿松手 最后等几人转得晕头倒地 才得以松开卡册停下来 就在这时一位年轻男子泪流满面哭着朝警察局跑来 原来他是来寻找动感超人卡册 看到地上的动感超人卡册顿时开心坏了 男子表示他每次外出跑业务时 都会抽空看动感超人卡册才能打起精神 结果这次却不小心给弄丢在公园里 接着男子就给他们每人一包动感超人临时当作谢 而且里面都有一张动感超人卡片 结果妮妮却拿到了那张传说中的第46号超西游卡片 看到男子满脸期待的表情 妮妮随手就送了他 毕竟他对这种东西没兴趣 就这样男子的卡片全部收集完成 为了表示感谢 他还把包里重复的卡片送给小星姐 今天给大家带来蜡笔小星最新一集 在家里开运动会 小星和广志在家里举办寻找东西比赛 可没想到最累的居然是美牙 由于是下雨天 幼稚园通知今天的运动会延期了 然而小星还在家里拿着空勺子不停训练着 无语的广志很是无语 当即就给小星安排上一颗大球进行特训 就在这时快递员送来快递 广志开门签收快递之时 小星颠着球溜出门外 此时的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与此同时四郎刚好路过 两人当面就撞得四脚朝天 广志只好将四郎带回家里擦干身体 接着小星就提议一起在家里开运动会 用勺子颠东西比赛 四郎一听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留下来蹭吃蹭喝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接着小星就先带领他们熟悉比赛的路线 看到几人要去二楼美牙赶紧出来制止 因为那里还晾着衣服 于是小星就改变路线要去卧室 美牙表示这里也不行 毕竟是私密房间外人不能乱进 随后得知要在家里举办运动会 看到他们几人坚定的态度 美牙也只好勉强答应 但是不能激烈跑动 要玩就安静一点 小葵也是这样认为 几人顿时陷入沉思 既然不能激烈跑动 四郎便提议那就把身体运动改成用脑子运动 当即就拿出纸条写上小卡片 只要翻开这些小卡片 然后把里面写着的东西找出来就可以 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最多东西的人获胜 说完美人就赶忙抽取一张卡片 刚开始美牙还很疑惑广志在寻找什么东西 下一秒楼上就传来避出崩塌的声音 原来是小星惹的祸 此时他正在寻找砂锅 这时美牙下楼就怒斥四郎不能上去二楼 接着美牙就把砂锅拿给小星 而此时的广志还在翻箱倒柜 原来他正在寻找透明胶带 广志怎么也不会想到美牙居然把胶带放冰箱里头 然后就是四郎过来要拿章鱼烧的容器 不过这些东西通通在二楼 美牙只好亲自上楼帮忙拿下来 还没来的喘上一口气 小星拆开纸条就要潜水进 接下来美牙就马不停蹄的帮他们寻找所要的东西 楼上楼下来回跑动 所有的东西都被美牙一人给找了出来 三人只能闲闲地坐在那里 最后就连藏起来的血真集都被找了出来 广志很是震惊 然而此时美牙已经被泪趴倒地 上气接不上下气 然而最后闲来无事的三人还吃上好吃的便当 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时 美牙可就惨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最后运动最多的居然是自己 感谢观看